圣诞音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9月22号 让我们每一天早晨读神的话语 我们的灵里就得到喂养 我们的心也因着神的话得到安慰 今天的经文进度是耶利米苏35章1到11节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当犹大王约西亚支持约亚经的时候 约亚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以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 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 给他们酒喝 我就将哈巴西尼亚的孙子 亚利米亚的儿子 亚撒尼亚和他弟兄 并他仲子 以及利甲全族的人 领到耶和华的殿 进入神人 以及大利的儿子哈南仲子的屋子 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 在沙隆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一上 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摆设 盛满酒的碗和杯 对他们说 请你们喝酒 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 因为我们的先祖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 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 也不可盖房杀种栽种葡萄园 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 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 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 配合亚兰的军队就说 来吧 我们到耶路撒冷去 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 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 今天的经文记载一件事情 就是在约尔经的时候 上帝吩咐耶利米 找到利甲族的人去喝酒 结果在第七节我们看到 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 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 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 也不可盖房杀种栽种葡萄园 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 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 这个利甲族的人 虽然不属于亚伯拉罕的血统 但是他们的先祖 与以色列的先祖有深厚的情谊 他们拒绝定居的生活 境界饮酒 也可能是为了避免 迦南农作的这个异教的污染 在这段的记载当中 他们的顺从和犹大的百姓的悖逆 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我们看见利甲族 依照他们先祖 约拿达的命令 彻底顺服神的话 但是犹大的百姓呢 自始至终 却不愿意回头归向神 不仅继续行恶 而且一直无视于先知的警告 利甲族人在这里有五个不可 不可喝酒 不可建造房屋 不可撒种 不可置产业 也不可住在房子里 只住帐篷 他们坚持 坚持顺从 他们先祖约拿达的话 一直到巴比伦上来攻打 他们的城 他们因为惧怕这个 巴比伦王 他们就迁到耶路撒冷去了 但是他们坚持 遵行他们先祖的话 住在帐篷里面 原来达纷纷的五件事情他们都坚持不做 清心寡欲 敬虔度日 把盼望放在神的手中 他们也不追求世上的享乐 如果一般人来看 其实这五件事情都是很正常的 为自己自产业 经营事业 过舒适的生活 这也不是我们人生在追求的事情吗 但是神用舒适来考验他们 耶利敏也考验他们的听从 但是他们坚持遵守 先祖的遗训 不随从当时社会败坏的风俗 上帝用立甲族人 来说明一个属灵的真理 就是他们不听先祖的话去喝酒 是因为要持守顺服先祖与神的诫命 先祖的反应 也是肯定他们听从先祖的话 因为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持守 上帝用这样的事情来境界犹大的百姓 所以顺从神的话语 遵从神的诫命 是会为我们的家族带来满满的祝福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祢赐给我们坚强的信心 让我们在这个充满自我主义的世上 能够坚守绝对的真理 就是祢的话语 并且让我们借着经历祢的恩典 明白顺服祢所得享的喜乐 是胜过这世上的快乐 使我们成为不论付出任何的代价 都能够持守传承信仰的基督徒 谢谢主 我们将祷告时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 愿神能够加添我们力量 让我们用信心来面对这世上一切的挑战 而且得胜有余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